你好,我是忠義 今天要來介紹如何透過C3開發一個反應類型的遊戲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遊戲 可以看到這個畫面上面 使用者只有三個按鈕可以按 橘色、藍色跟綠色 那當我們按下開始按鈕之後 電腦就會出題 那這個時候就會倒數30秒 當使用者按下對的顏色之後 那這邊這裡就會累積加1 所以如果我一次按下藍色、橘色 就可以看到正確的三次 當然如果使用者按錯了 那他的錯誤次數就會累加 當遊戲結束之後 這裡就會出現使用者 他的答題正確率 就是這樣一個類型的反應遊戲 那接下來讓我們看一下這個遊戲上面有哪些元件 首先最上面這一個 這一個是一個文字的按鈕 那當使用者按下它之後 他就會開始進行遊戲 遊戲進行的時候 然後會在右上角這裡 看到時間倒數計時 上面這個區塊呢 則是會顯示電腦這一次出的題型 好於是橘色、藍色或綠色 接下來下面這邊這裡的話 就是會累積使用者到底正確的幾次、錯誤的幾次 那這邊這一個文字框 則是最後在遊戲結束這一回合的時候 會顯示正確率是多少 然後下面這裡有三個按鈕 就是使用者唯一能夠按下的按鈕 這三個按鈕的話 只是玩家在看到上面的顏色之後 可以按下相對應的顏色按鈕 另外還有兩個隱藏的加一 這兩個加一的話 分別是拿來顯示 當你按對的時候會加一 或是按錯的時候會加一 這個效果可以直接在這邊看到 當我按開始 遊玩之後 這一次如果是出藍色的 我就按藍色 那這邊就會看到一個小小的加一往上飛 那這邊是出綠色的 我故意按不是綠色的 就可以看到紅色的加一往上飛 這兩個按鈕是這樣的功用 那要做到這樣的功能的話 我們必須要進行一些事件的開發 那這邊可以看到的話 我們這裡有還蠻多的變數 然後需要五個群組去達成這樣的功能 那這五個群組呢 總共是有25個事件 我們下面會一一說明 在我們說明 城市怎麼開發之前 我們應該先去探討流程怎麼設計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主要有這三個流程 第一個階段的話是初始 那初始的時候 就是等待玩家去按下 Start這個按鈕 然後開始遊玩 那玩的時候呢 進到這一個階段 這個階段的話 會由電腦先進行出題 那出題完之後 玩家會進行回答 那這是一個 一直進行回圈的狀態 總共時間的話 可能我們預設是30秒 那在這30秒之中 我們會去累加 玩家正確的次數 以及錯誤的次數 然後 等到30秒一結束之後 就會進到最後一個階段 叫完成 那完成了這個階段的話 它就會顯示出 玩家它的正確率 那這個完成完了之後 就會回到一開始的 初始階段 所以接下來讓我們一步一步 去說明每一個階段 是在做什麼事情 首先第一步是初始 初始的話就是 將所有變數先 回歸到一開始的樣子 然後呢 等待玩家去按下 Start按鈕 那當玩家按下Start按鈕之後呢 電腦會進行出題 然後玩家呢 會按下按鈕 按下按鈕之後 就會去判別是否正確 並且去累計它的正確與錯誤的 那每一次按完之後呢 電腦又會再回來 繼續出題目 接著第三個階段的話 則是完成 完成的話 首先第一步呢 就是會顯示遊玩的結果 那會設定回變成 等待玩家去按下Start按鈕 這樣子就會是一個完整的遊戲過程 那剛才說的那幾個階段呢 就會對應到 我們城市裡面 群組的這三個區塊 那除了這三個群組區塊以外呢 還有一個叫 回圈的區塊 它會持續的更新 畫面的狀態 最後一個群組的話 則是會去顯示 是否正確或錯誤的小東西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對應到剛才 在加1正確或加1錯誤的地方 具體上來說 電腦出題跟玩家回答 要怎麼樣去判別說 它是不是正確的呢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把 不同顏色 定義成不同的數字就夠了 好比說 在這邊來看的話 橘色就是0 藍色就是1 綠色就是2 那電腦出題之後 假設他就把它存入 叫C這個變數裡面 那玩家他就會去按鈕 他如果按橘色的話 就代表玩家的回答是0 那如果玩家去按藍色按鈕 就代表1 玩家如果去按綠色按鈕的話 則是代表2 那他把它存入P這個變數 所以中間就會有一個判斷式啦 如果C等於P的話 那就是正確 否則的話就是不正確 那當如果正確的時候 正確次數就加1 那總次數也加1 如果不正確的話 則是錯誤次數加1 然後總次數也加1 那這樣在最後完成的時候 就可以拿正確次數 去除上總次數 這就是它的正確率了 這件事情的話 在我們程式碼裡面 就會對應到 這一個變數 叫做Question 然後呢 這是電腦出題的部分 那最下面這裡叫做 玩家的回答 這裡的話也是存成變數 所以 當電腦出了一個顏色 也就是一個數字 在這裡來看的話 就是0,1,2 那當玩家按下某個按鈕之後 他的答案就會被設定成 0到2之間的數字 這個時候你就拿 這一個變數 跟玩家回答的變數去做比較 那你就可以得到說 他這一次的回答 是否正確 那在這一個變數說明裡面來說 其實還有很多變數 我大致上把它切開成區塊 最上面這裡的話 是用來做狀態的區塊 可以看到有 初始 遊玩 跟完成 這幾個狀態 好 然後 再來的話是 觸發 那這裡有兩個變數 第一個變數的話是 要求電腦要出題 第二個變數的話 則是觸發電腦要去進行評判 好 再來下一個區塊的話是 累積次數 可以看到這裡有 正確的累積次數 錯誤的累積次數 以及 總 按下的次數 最後是第三個區塊 第三個區塊就是可以看到 在前面那邊有一個 倒數計時的計時器 然後這一個就是計時器 那至於最下面這一個的話 則是預設的 計時器的總時間 這裡設定成30秒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 來閒聊一下 我們的程式碼細節吧 好 那先從 群組這一個階段是 初始開始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一邊這一段 跟下面這一段 其實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你要去想像說 在每一次他開始進行一個 30秒遊玩之後 他應該要把所有的狀態都清乾淨 那所謂的具體上的清乾淨呢 就是 第一步就是 將 這三個累加器 正確啦 失敗啦 跟總次數全部設定成0 然後呢 第二步就是 將觸發器 就是說觸發電腦 要不要出題目 然後觸發電腦 要不要去判別 那些玩家按下去之後 是不是正確的 都把它設定成0 然後並且在 設定結果 就是成功率幾%這件事情 也把它設定成空白的 並且將你的 這個時鐘 倒數器 設定成預設值 那這個預設值 在上面我們有提過 就設定成30秒 OK 好 那這一個設定完之後呢 可以看到這裡是寫說 當玩家 那按下開始的這個按鈕的時候 那底下有兩個條件 這兩個條件的話就是 我是用OR的方式 就是 或的意思 我是把它設定成 兩者只要有其中一個 有通過就行了 那這裡的評判標準就是說 當階段是初始 或是完成的時候 按下這個按鈕 底下才會開始進行遊玩 那進行遊玩是做什麼事情呢 第一個將上面那個狀態寫成 Playing 就是正在玩 然後並且呢 會要求電腦去設置一個觸發 就是請他要出題 然後階段呢 就設定成遊玩 那並且將上面這一個 Playing的這一個按鈕 這一個按鈕 設定成紅色的 會比較顯眼 好那我們把初始這一個群組 先關起來 然後再打開遊玩的這個階段 那遊玩的這個階段 就可能會稍微複雜一些 我們這邊有一個觸發器 剛才如果在第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從初始進到遊玩 我們會先設置 Do Question這個觸發器 等於1 那每一次當他看到Do Question的時候 電腦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 先 隨機產生一個變數 好這個變數是0到2 就是012這三個數字 然後我們將 中間這一個告示板 就是那個顏色的告示板 好我們看一下 在這一塊 這一個告示板 先把它設定成 什麼都沒有 好 好然後設定成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因為我們上面已經有設定了一個 隨機變數了 所以這邊 我們做完這件事情了 就把這個觸發設定成0 好 那你不會很好奇說 你把動畫設定成什麼都沒有的話 玩家怎麼還會看到 那邊有東西呢 其實啊 那是因為 我們底下在 下面這個群組 就是在 回圈的這個群組裡面 它每0.03秒會去更新一次 底下這些動作 那我們先針對這邊 這邊這裡的話 這個Question icon 就是 電腦出題的告示板 這個時候我們 在每0.03秒就會去更新一次 那更新的條件是什麼呢 就是針對 電腦出的那個數字 那設定它的動畫 這邊這裡就必須回到前面這裡 在Prototype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點這一個 告示板點兩下進去之後 可以看到它其實有四個動畫 其中一個動畫就是None 什麼都沒有 那我們知道 電腦會出0 1 2 這三個數字 所以在那一個回圈裡面 它就會把它設定成 0的時候呢 就會用這個顏色 1的時候就會用這個顏色 2的時候 則是會用綠色 好 所以這個情況下 玩家才會看到 上面的圖案 有改變 那再回到遊玩的這個區塊裡面 當電腦出題之後 玩家就必須去回答問題 那玩家回答問題怎麼做到的呢 其實這裡我們做了三個事件 其實就是那三個按鈕被按下的時候 除了按鈕被按下以外 它必須還要限定說 在階段是遊玩的時候去按 才會有反應 那並且第二個是 這個當下電腦是沒有在出題的 也就是說這個階段 電腦出完題目了 那就輪到玩家去進行按鈕 好 那這個按下去之後呢 當玩家如果是按下橘色的 那玩家的這一個變數就會設定成 橘色的這一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在上面我們有去進行設定 也就是說我們將橘色設定成0 藍色設定成1 綠色設定成2 所以這裡就三個區塊 就個別代表當玩家按下的時候 我們會將這個變數設定成指定的數字 並且最重要是這裡哦 這個地方我們會將觸發器 請電腦去評判說是否要進行判別 正確或失誤的時候 就必須由這邊這裡去設定成1 那就可以進到下一件事情要做的 下一件事情是什麼 下一件事情就是電腦去判別 你到底是按對還是按錯 那怎麼樣去看按對和按錯呢 我們其實剛才就有在前面的畫面有說明過 其實很簡單 當玩家他的答案等於電腦的出題的時候 那就是正確的 正確的之後會做什麼事情呢 他會將正確的次數加1 並且重新請電腦再出題 那這個時候呢 就會把那個加1 就是加1的這個效果 那個綠色的往上飄的那個加1的效果 建立一個物件 然後出現在那個位置上面 這裡具體上來說的話就是 我們按了開始之後 如果現在正確的話 上面就會有一個小小的加1 往上飛 很快 但是就是 如果你有看到的話 有沒有 在上面這邊加1 有 所以就是要建立這個物件 它往上飛 好 那錯誤的時候也是一樣 錯誤的話就是會將錯誤的次數加1 那並且也會出現那個小小的往上飛的加1 好 那總數在哪邊相加呢 總數在上面這個地方 就是進來不管是正確或失敗 總數都必須要加1 這樣才能做 最後再判別它的成功率是多少 百分比的時候 然後去進行當分母 那這個時候 就會將這一個 觸發 評判的這個 變數設定成0 這邊再補充說明一下 這個加1往上飛的行為是怎麼做到的 其實這邊有兩個加1 這兩個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們在它的行為裡面去新增一個叫做子彈的行為 這個子彈行為 它就會沿著一個直線的方向去前進 其實我們只要把它往上飛就行了 所以在往上飛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必須在事件處理 也就是程式碼的部分 去新增它的行為 這兩個 那其中一個呢 在正確的時候 我們將這個子彈的角度設定成270度 也就是正上方 那它往上飛的時候 過0.2秒之後 我們就會將它刪除 這樣子就可以看到它往上飛一下 然後就不見了 至於它的速度的部分的話 則是在前面這裡 你新增了它子彈行為之後 你就可以設定它的初速度 那這裡我們設定程式200 然後在最後遊玩的這個階段呢 我們要切換到結束完成這個階段的時候 怎麼做到的呢 就是我們這邊這裡有一個倒數器 那倒數器它如果小於等於0的時候呢 它就會將它的階段切換到下一個階段 也就是完成 但是這個倒數器怎麼樣持續去進行遞減的呢 其實也是在回圈這邊 我們當遊戲階段在玩的時候 我們每0.03秒就會將它減0.03 這兩個配合在一起之後呢 就可以做到 等到它的倒數器變成0的時候 就進到完成的階段 好最後讓我們來說明一下 完成的時候會做什麼事情 完成的時候呢 其實主要就是 將它的正確率顯示出來 正確率怎麼顯示出來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將正確的次數除上 總次數 然後這兩個 除完之後呢 會是一個小數點的數字 那我們將它乘以100 然後用整數的形態把它框起來之後 它就只會落在 0到100之間 就不會有小數點的狀況 那並且最後串接一個 百分比 那這樣子就會完成了 那最後讓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遊戲 讓我們玩一次看看好了 那我們先按一下Start 好我現在開始 玩 其實一般應該很難 失誤吧 就是除非 當你太急躁的時候 好好看的話 其實成功率都蠻高的 OK 40次 並且是 100% 那看起來我的技術還OK啦 那一樣這個遊戲 我一樣會放在C3的遊樂場裡面 那遊戲的連結 一樣會放在說明欄裡面 然後如果說 對這一次的分享 想要知道它的原始碼 怎麼樣去建構的話 可以在這個地方去進行下載 OK 好那 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有能夠幫到你的話 那就太好了 反正後面後續的話 我們應該還會再多做一些 相關的小遊戲開發 希望你也會喜歡 好謝謝 掰掰 謝謝